他这里讲到菩萨的故事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立他 一个就是一切施 就是他的心是立他的 这个是大悲 而且是第一个就是要立一切的众生 而且一切能够立一 能够一切施 他说内而身心 外而财物 一切功德善法 什么都是施舍了的 那我们说过这个是菩萨 菩萨 大菩萨 他会这样死 像我们的话 然后后面还会讲 一开始其实没办法做到这样 但是要剑斥 但是那个心要先发起来 就好像很简单 我们在发愿的时候 烦恼无尽四愿断 我们要先发这个心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断一切烦恼 我也想断 但是断不了 他就是会起啊 那我也想断一切众生 就断不了啊 众生无边四愿断 烦恼无尽四愿断 法门无量四愿学 我也想学啊 我学不了 我学不了啊 学不了那么多啊 也会这样 但是能力有限 但是我们的心力无限 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设在最究竟 但是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没有办法一次就那么厉害 就好像你要爬到山 你一开始要从山一步步爬 爬了一阵子内也要休息一下 有时候还会退下来 但没关系就是这样 你的目标就设在上面 那烦恼无尽四愿断 你也是要断烦恼的 你不能说那一开始就 有些烦恼要断 有些烦恼不要断 不是 所有的烦恼都要断 但是你不可能一次所有的烦恼都断 那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一定有能力可以断 当然是因为我的目标是要断与缺烦恼 所以当遇到不能断的时候 我就会想办法 我是缺了什么 我就是现在不能断 但是以后还是要断 现在没有能力 我就去培养能力 不知道方法 我就去找方法 力量不够 我就是增加我的力量 就是这样 所以这种心要有 那一样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 像这里讲的一切失 内耳身心 外耳财物 不要讲什么 你要舍弃佛 人家用他的眼睛他花给他 人家用你的眼睛你要花给人家 那就不必要了 后面会讲 就是说你要有层次 那么一切功德上法等于都是施舍 一切施是菩萨的禁知 在发菩提心的时候 将自己所有的一切 无条件的舌与作生 这个是大事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但是我们要学习 一点一点学习 这个佛陀时代 那么佛教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非常地欠他 非常地欠他 那佛陀叫他 就是说有人教他怎么舍呢 欠他就是即使自己有的 多余的他都不愿意给别人 那怎么样呢 怎么样练习呢 先练习叫他去拔一根草 用右手拔一根草 第一个那个草不是你的嘛 也没有什么用的嘛 对不对 你右手拔一根草交给你的左手 还是交给你自己啊 他心里面都会这样想 因为他计较习惯 为什么我右手拔的要交给左手 左手可以自己去拔啊 你看 切摊的人就会想这样 为什么我要给他 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是我辛苦的 我为什么要给他 他自己不会去做 但是他想习惯了 就算要交给自己 而且是草嘛 也没有什么用嘛 他里面丢掉他都不愿意给了 那右手拔草交给左手 他都不太愿意了 那就跟他讲 第一个他是草嘛 随时拔都有草很多啊 右手拔草给左手 还是给你自己啊 就这样练习 慢慢舍 右手愿意交给左手 然后慢慢慢慢 就是开始 右手舍给左手 然后慢慢舍慢慢舍 慢慢舍 舍给你的儿子 那是你的儿子吗 雪落的吗 那舍给你的太太 就是尽量 佛经里面有一个 披育经里面有个故事 就一个富翁非常有钱 非常有钱 但是他喜欢吃煎饼 但是这个人非常吝啬 他吃煎饼都要怎么样 趁他太太的儿子 仆人不在的时候 门关起来 自己在那边吃 他怕被他看到 被他看到 不分给他又不好事 分给他自己又不想 所以都要等到什么 等到他们不在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去买回来的时候 或是做煎饼的时候 门关起来 买回来 自己在房间里面偷偷吃 你看 有些人就是这样 要练习 这个要练习 那这个后来就是有一个阿罗汉 知道 他有善根 他会做富翁也是有善根 但是他们牵摊也是有原因的 他就故意 在他买煎饼要回来吃的时候 或是他在做煎饼的时候 故意去他家脱婆 他忽然间他们看到 因为他们有一关起来 阿罗汉有什么东西 自己跑进去了 他看到他 要跟他话言 他不给他又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富翁很切开 但是他又怕人家说他吝啬 所以不给他又不行 就挑来挑去挑来挑去 挑一个最小的给他 可是怎么挑怎么挑 每一个都很大 阿罗汉用神通 就让他觉得很不该 好 随便夹一个 结果一个夹起来 连着很多个都夹起来 就是他用了很多种方法 让他慢慢舍慢慢舍 那其实我们要舍的时候 其实也有这种障碍 以前我也是 就会有障碍 就觉得 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我很辛苦才得到的 我自己都没有了 等我好一点的 我再多了一点的 我再给 都会这样想 但是后来 后来怎么改变的呢 我们先把这个念完 他说 这个虽然还在保有使用一切 但菩萨不再做自己私有想 觉得一切都是众生的 当然这个一开始不太容易 不过我们说的现在这个是大事 大事的布施是这样的 我们能够做到仁天善法的布施 都很了不起了 自己如固言或公谱一样 像固言的取得合法的生理 生活慧用一样 能这样的布施才名为大事 大事的利他一切施才是最可称探的 那我自己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有欠探的心 很少没有 那这个其实是从我持 就是为自己 通常都是这样 那菩萨从利他中 其实渐渐的只想到别人 没想到自己 渐渐的我持 就渐渐渐渐渐没有 那但是一般的人 其实不容易做到 所以要先从发心 那以前我在读大波勒金的时候 那么就注意到 注意到这一段经文 那个时候我是把它背起来的 那现在 有些句子会漏掉 所以要稍微看一下 以前我是把它背起来的 那天天背天天背 那背起来的时候 就背这个 你就这样想 那你这样想的时候 妈妈妈你那个布施的心就出来了 若朱有群也所造出 皆得所用我所慧舍隐识的梦 他说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 一开始我们会有千汉的心 那这种千汉的心 因为我读大波勒金的时候 读到这一段 那你就念这个 念了几次之后 然后这样想 真的这样想 那一开始没有那个心 一开始没有那个心 但是 你就真的这样 你念了几次以后 这样想 这样思维之后 慢慢真的就有布施的心 慢慢就 就渐渐愿意布施了 他说 我们先来看他这种境 他是说 菩萨摩侯萨欲正无上正等不停 要成否 因缘一切自之 那 他以大悲为上手 这个就是利他一切自 修行布施不容易的好 他说 诸菩萨摩侯萨因修行布施 做事思维 要这样想 之前我就背这一段 背起来 那其实他 背起来的时候 那你就这样想 这样思维 渐渐渐你那个舍心会出来 如果若诸有情 一切的众生 他眼睛所看到的地方 愿比一切 皆得我所未舍 饮食等目 主要 不管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切 饮食等目 就包括 所以他是利他施 一切施 饮食等目 主要是吃的 穿的 用的 就是种种的 那 这是第一段 那第二段 他不只是布施给人 而已不是的 若诸有情 那么这个有情 已经受我不施了 饮食等目 随其所需 少分受 又不辞于转施 他诸有情 意思就是说 你布施给他这个东西 不是给他东西而已 因为这是一种法 就是我能舍 那么我也希望你能舍 我为什么能舍 因为舍对你有意义 那么我不只是 我不只是布施给你东西 而你布施给你饭 让你吃饱 让你不爱饿 我还要教你 怎么样永远不爱饿 就是你也要像我这样布施 就是说我舍掉这个贪 那不是让你拥有 而是除了你拥有 去除你的苦难 去除你的饥饿之外 你还能够也学习我这个心 一学习就是有布施 所以 因为我也是这样 随己所施 少分受用 辞于转施 他诸有情 我布施给你 那么我也希望你有多余的 你也布施给别人 是这样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这样来祝恋他 你不是说 当然你也不是说 那你 你 你要 你规定他要拿多少拿到 当然也可以 那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好 那我 我给你一百块 那你拿十块出来 那帮助给其他的人 或怎么样 那当然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你心里面是这样想 心里面是这样想 那 随己守屈随我 第一个我们自己是这样 我们自己需要多少 少分受用 少分受用 这是比如说 我有五个馒头 那我要吃五个才饱 但是我吃两个 我不用吃到饱 我吃两个不饿就好 其他三个分给其他的人吃 那他拿了三个 他吃一个就饱了 那又分两个给其他的人吃 那两个人 他分一口给一只狗吃 一只虫吃 那也可以啊 类似像这样 就随己守屈少分受用 此与转施他诸有情 那我们自己也这样想 我们也希望别人这样做 那么如是辗转 那就这样 每一个人都这样 那么所有的众生 皆同受用我所思乎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理论 他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分代多也会 没有啊 但是他不是这样 他是说以灯传灯 我这样布施多的就给你 你多的也给别人 那你这个多 那么你有可能其他东西多 那就这样 每一个人都把他多余的东西给别人 那么所有 所以这个法就是 就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学习 那么天下的人 基本上 就都因为受你的影响 那么尽有情限 街头受用我所食物 你就这样去想 想 我布施给 所以你会乐与布施 我由如是布施一眼 那这个是第二段 这个是第一段 你先这样做 你先布施 你先有这个心 你先这样想 那么你真的就去这样去做 那么做了之后你就这样想 然后我由如是布施一眼 你看色受善根量无边际 那我因为这样 因为我布施给你 那你又把我布施的 又布施给谁 就这样这样这样 所有的人都跟我有缘 那么辗转的因缘 你是第一层 你是第二层 你是第三层 就是像这样 那么我由如是布施一眼 色受善根量无边际 父持如是无量善根 就跟很多众生都结善人 普施十方诸有情烈 皆永解脱恶趣生死 那他希望他们都因为这个布施的因缘 能够离苦 而且重点不只是离饥饿而已 比如说饮食来讲 他是离恶趣生死 他不会剁三二刀 这个是第一层的世间善法 那么而且这个是第二层的初世间善法 皆永解脱恶趣生死 那么未发菩提心者令束发心 就你影响他 就是我们是因为学了菩萨道 知道要这样做 那么他不知道 我们就影响他 让他也跟我们一样行这个菩萨道 那么已经发菩提心的 无上菩提心的 就是令勇不退 希望他不会退转 因为有些人行菩萨道行不行也会退转 其实行菩萨道不退转的很难 不容易 真的 我自己以前受菩萨戒之后 那么开始真的就是 有一阵子真的就是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基本上就是两个理念而已 就是如果我有好的 我愿意也让你跟我一样好 如果我有不好的 我不希望看到你有跟我一样的痛苦 或是我没有这样的痛苦你有 我希望能够帮你解决 我有这样的幸福 我希望你拥有 你有这样的幸福 我希望你保持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你不容易 你不容易就是 就是说 行这个菩萨或行这个菩萨道的时候 不容易说 一直都不退 不退转 不退不转 其实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 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那么也曾 因为这个菩萨大菩萨前 就我发愿 曾经自己在发愿 他说 只要有人来跟我要 不管是要什么 我只要认为他比我需要 我一定会给他 但是你没有跟人家讲 自己内心发愿 在佛前发愿才会 那发愿了之后 你没有发愿就比较少 你发愿了之后 就常常会有人来跟你要回去 但是一开始你会很欢喜 你会很欢喜给 为什么 你都愿 你都愿就是要给人 但是发生了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 那么有一些人知道 你愿意给 他就一直给你要 一直给你要 要到你起烦恼 他知道你愿意给他 他就一直给你要 好像第一次他跟你要 他是感激你的 第二次跟你要 他更感激你 第三次 第四次 他就认为 你应该要给他的 他就不感激你了 第四次你给他少了 他就怎么样 他就会怪你了 那你之前都给我这么多人 你没有给我这么少 他不但不感激你 开始会觉得什么 你没有给他是你的错 那开始你心里面 就开始会退了 会转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后来就起烦恼 后来就想不要给他 后来他跟你要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心里面就起烦恼了 不要给他 不但不愿意给他 你还承认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贪得无厌 就开始了 那就是一种 所以那种心 其实是不容易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真的 可是你要坚持下去 还是不坚持下去 当然 后面还会稍微有想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嫌不失的话 其实你是能一切失的 而且就是不断不断 当然你最终还是要理他 那如果真的这样 因为增长他的贪心 有时候 有时候六度也没办法起修 这个 但是大部分 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境界 让你进退不得 会有 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自己的智慧 我到底要怎么做 那这个是会的 但是你要实际上先去做 你才会遇到问题 但是你当这个问题 如果过了之后 你就是过一个境界的 真的 厂长会有 厂长会有 那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去做 你是不会有境界的 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像我以前 以前我在家二十几岁 所以我就去做菩萨界了 做了菩萨界之后 就要选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 看见众生苦 就要帮他们 那那个时候 我是骑摩托车上班 常常看见 路上有那个猫 果被撞到 受伤了 我死掉 那如果受伤 我们就会想到 如果是我被车撞到受伤 没有人包会怎么办 但是猫也是这样 如果是死掉 因为有些撞死掉 那你骑摩托车 经过的时候 看到那个一只死猫 你会吓一下 快转弯 那个很危险 那个忽然间 转不到就 车 因为要车很多 但是你压过去也不是 不压过去也不是 你要转忽然间 闪就很危险 那时候先人想说 第一个 那个猫也可怜 一直在那边边压 第二个 骑摩托车的人很危险 那你是 说到菩萨界的人 你是要行菩萨道的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 我会怕 后面很多骑车的我会怕 那只猫会痛苦 如果是我 我也会痛苦 一直压一直压 所以他想说 好 以后 就下来把那个车 如果是死掉了 就把那个猫移到旁边 先移到旁边 至少不要一直被压 第一个猫不要一直被压 第二个 后面骑车的人 不会不小心要闪 发生危险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那 做了一次 两次 后来就发院了 看到这个就发院 以后只要让我看到 我一定要 死掉了 把他移到旁边 我要把他拿去买 受伤了把他拿去送医院 发了这个之后 以前大概一个礼拜 看到两三次 发了这个院之后 一天看到四五次 真的 我告诉你 这个事真的是 这是我的经验 后来就会产生困扰 你到底要不要做 你又不是专门在做这个的 你又不是保护都无邪位的 不用赚钱 你是在上班 对不对 那有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 我习摩托车要 要迟到了 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 是有那种全勤奖金的 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一个月好像两千 是一千我忘记了 那是很多了 一千 那已经三四十年前了 那我记得我快要迟到了 我说看见路上一只狗受伤 可是我再去处理他 我就要迟到了 这个月已经快到月底了 我都没有请过假 那我已经快迟到了 迟到那群情就没有了 好 那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救他 我已经来不及了啊 那时候就会有冲突 那我想说不行啊 一般就是这样 我心里面在想 因为我看他撞到躺在那里 可是我要不要救他 我心里面想说 那是没有什么严重 因为不想救就会有很多理由 没有什么严重 要不然后面应该有人会救他 后面有人会救他 所以起了起了起了 可是起了就慢慢放放下来 因为心里不寒 被自己发愿了嘛 然后就怎么样呢 就 就 骑了大概五十公尺 一百公尺 那一百公尺 我其实那时候骑无论车 那时候有二行程 不会很快 就 那一百公尺之后 停下来 回头去看 那只狗又不见了 又跑到哪里去了 那有一次 有人撞到一只猫 我在路上看到 已经撞死了 那时候我在上班 我没有办法去求你那只猫 如果有时间我就帮他拿去攻 因为你要拿到公墓去挖 因为那个市区你也没有地方买啊 你要拿到那个公墓 你会拿完那土把它挖起来 那你也没有时间 那如果有时间我就拿去买 如果没有我就把它拖到旁边 那有一次我刚好有看见一只猫 因为我不要让他 一直被人家 这个车子压来压去嘛 然后那个后面的骑车的 不免心压的 就会危险 那狠心压过去的 其实也不好 所以就把它移到旁边 那移到旁边 那个住户就出来骂我了 所以我把死猫丢在他家前面 我说没有在他前面死掉 他怎么样都不行 我一定要我把他带走 可是我又 我那个时候上班要做事情 我那有办法搭那只死猫 所以后来你就会产生一些像 如果再来做武器行动 到底是要做还是不做 他就有挣扎 你就会 其实我以前常常 也是做这样的事 比如说我以前骑车的车 其实有时候没有 忘记加油 那个推车很辛苦 你又不晓得哪里有加油站 以前加油站没那么多 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受了这个苦 我就发现 以后只要让我看见有人推车 我一定要帮他 那为了要帮他 我自己就带一个 那个可以吸油的那一种 你知道吗 还带一个宝特瓶 那如果你的油跟我一样 我都加满满 因为我有点要帮助的人 我都会加满满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我就把我的油加给你 如果不一样 我告诉你哪里有油 你车子放在你 我载你 拿宝特瓶载你去加油 你拿回来再去加油 再去吸气加油 宝特瓶就过了 以前我这样做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非常高兴 做得很高兴 因为你如愿 你就是要帮人 遇到有人可以帮 我那个很高兴 他也高兴你也高兴 但在养山之后就不高兴 为什么 人家怀疑你 你是不是串通的 叫我车放这里 然后你来 人家车就把我载走了 就是偷车的 我就认为像这样 那当你做好事 还被人怀疑的时候 你那个心是很受伤的 当你真的不求回报 没有 你不是要赚他什么 不是要配他什么 你就纯粹只是想帮助他 你要行这个普查道的愿的时候 还有人带着怀疑 甚至讽刺 甚至这个不好的心 不好的话 你那个心 会好像那个 好像那个铁热热的 我忽然间放到那个水里面 就整个都忍掉了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 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做 那通常都会嘴褪褪掉 我褪褪过好几次 真的 你就不要做了 我做那么辛苦干什么 台里说 说update 蹭update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得到什么好 我这么发心 这么做 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就是想帮助你 结果你还回头过来 这样质疑我 这样侮辱我 这样讽刺我 后来你就不要做了 都不关我的事 一切都不关我的事 会退喔 真的会退 第一次不会 第二次不会 你做很不很高兴 真的是 真的 你比重六头还高兴 但是 当你这样做 因为你只知道要做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个心要挑 也是要挑的 遇到境界你又挑 慢慢慢慢 其实后来 有一阵子 我就不要做了 我干嘛 因为我也 我不能确定 我帮了你之后 你会不会伤害我 所以以利 以后都不帮 这样最好 这样是保护自己 最好的方法 就会有这种 就会有这种心态出现 那这个是行不杀道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会遇到的 类似像这样 其实我 那个时候 其实我刚开始做菩萨界 二十几岁 那个是 真的叫做苦道乐场 那个菩萨心啊 真的是 好像可以把自己舍掉的 然后你真的舍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自己很伟大 但后来才发现 其实没有 那不伟大 遇到境界 就退缩了 就退缩了 后来就退缩了 但是慢慢慢慢再学习就会 你还是能舍 但是不是那一种勇往直前那一种 就是稳定的慢慢走 那一种 其实菩萨道不容易 不过你这样念 你就是把这个去念 你天天念个几遍 然后把它背起来这样念 你比较会容易舍 真的 你那种不思心会出来 比较会出来 那这个是 但是在其菩萨道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什么 会有障碍 而且有很多退缩的因缘 很多退缩的因缘 像我刚开始去屏東的时候 我想说我们有多余的 我们就拿来构深 就不思 第一次 第一次来参加的人 都会很感激你 哎呀你还难得啊 等一下就要赞叹你 如果有一百个人 基本上会有一百二十个人赞叹你 没有来的人也会赞叹你吗 第二次 还是一百个人里面 有一百个人赞叹你 第三次 一百个人里面 有五十个赞叹你 有五十个人 就毁谤你了 为什么你 你不是会被人家毁谤呢 人家会讲啊 因为你比如说 你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我这一次 要拿一百万来布施 假设一百万来布施 那一百万布施 一百万布施一个五千的话 就两百个人嘛 对不对 好 这是我的实际经验 两百个人 好 那两百个人他有一个名额限制嘛 你就一百万而已啊 好 就两百个人 那大家知道你要布施啊 好 这两百个人 有名额的嘛 可是没有来参加的人 他会讲说 我们都没有参加过 也给我们参加一次 好 但是已经 已经以前有参加的时候 我以前有参加 你这次为什么不给我参加 我以前就有你这一次 为什么不把瓦纳进去 你如果说你两百 那你就只能两百个人啊 那两百个人里面 那你要拿哪些人出来 那你把他拿出来 你这次不让他参加的 他就怪你了 你已经帮助他两次 你第三次不帮助他 他就怪你了 那么你以前没有参加的 他也会怪你 他想来参加 但是他名额有限 他进不了 他就会觉得 你都是帮助给你好的人 像我们这一种的 你都不帮助 你有偏心 等一下等一下 完成就讲 所以开始 一百个人 有一百二十个人 会赞叹你 觉得你很难 很可贵 第二次一百个人 大概一百个人 赞叹你 只有来参加的人 第三次 一百个人里面 有五十个赞叹你 有五十个毁报你 第四次就越来越多了 你开始 第五次就不要办了 为什么 来参加都觉得应该的 当然也还是会有些人赞叹你 但是当然你不是为了赞叹 你也不是为了赞叹 但是 你不是为了赞叹 但是当别人 毁谤的时候 你还是会考虑 那我就不要了 我出钱出力 结果 还是都受到伤害 那我干嘛那么辛苦 我就不要了 我钱不会留自己用 就开始会这样想 那么你开始那种悔恨的心 早知道就不要做 就开始会很悔恨 就退转了 那么这个也都是实际的经验 但实际上菩萨道里面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就是说 教授说你怎么做 不管人家怎么讲 你内心都是欢喜的 就算你帮助到的人毁谤你 你感觉到你帮助他的 你还是没什么 你还是继续帮助他 但是我们是会这样的 我帮助你 你不用感激我 真的 你不用感激我 但是你也不可以毁谤我 一般是这样 我帮助你 你不用感激我 没关系 你不用回报我 你也不用感激我 但是至少 我帮助你 你不能够毁谤我 你不能够伤害我 我们会要求要这样 那我们如果觉得 我们会受到伤害 假设一百个人里面 有十个伤害你 那我们不会说 他把这十个提掉 那九十个继续帮助 不会 就全部不要帮助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菩萨道西史 难就难在这里 那真的就是 我们不是口头讲一讲 实际上去做 做了你就会发现到 哦 实际上是 为什么 为什么大事的 这大事是这么难 难就难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 你就这样一开始 先有这个先 然后慢慢 一点一点做 一点一点点做 那做到有困难的时候 你要静下来想 第一个要静下来想 我到底为了什么 我到底为了什么要布施 那现在我又遇到了什么境界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如果从经典里面教的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真正的 不会障碍我自己 又能够利益别人 要不然你的利益 后来形成你的障碍 你布施的越大 那么 就布施的越多 后来你的障碍就越大 为什么 因为 不符合你的期望 开始会有这种事象征 好 再来看 财法无畏施 男施 殷勤施 文施 心欢喜 胜于极灭热 那么他说 从布施的种类来说 一般讲三种 财施 法施 无畏施 这是大圣里面说的三种施 好 财施 这是身外财外的布施 叫做外财 包括身体 然后身外包括身体 即身体之外的所有的 擁有的一切 乃至于生命 这个 这个都叫做财施 那有分外财跟内财 外财就是身体之外的 内财就是自己的身体身命 但是这个 所有一切都叫财施 那么第二个法施 自己所解所行的佛法 教化众生 就是以自己的技术 能力 聪明 这一些 或以医药 工桥 文学等种种有益的知识技能 教授别人 都叫做法施 就是 你给他这种方法 教他怎么学习 让他过得更好 或是你直接给他需要的东西 让他过得好 这个叫禅施 你教他方法 让他能够减少痛苦 增加幸福 乃至于能够得解脱 这个叫法施 第三个无畏施 那么 无畏其实就是让他不害怕 或是恶王 盗贼 流氓等威胁迫害的部位 或是狮子 虎狼 毒蛇等威胁伤害的部位 或是水灾 风灾 地震 瘟疫等伤财失命的部位 对这些菩萨都能给予力量 协助他 保护他 使人获得没有威胁 没有恐怖的自由 叫无畏施 那这个在现在来讲 就是这个陪伴 陪伴 或是帮助他远离这样的恐怖 那有一些比如说 有些人遇到天灾的时候 他失去亲人 失去财产 或是他失去他的一切所有 那你不能给他 他失去父母 你不能给他父母 你说那我把我的父母布施给你 你的父母跟他的父母不一样 失去儿子 你不能说那我把儿子送给你 你的儿子跟他的儿子不一样 他没有办法 那怎能怎么样 就陪伴 那像这一点 有些慈悸的做得很好 就是有一群人就陪伴他 他感觉到旁边有人来帮助他 即使实质上没有办法 儿子 父母 家都回了 你都没有家 他可以盖一栋房子给你 那是没问题 可是父母 子女没有了 那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挽回 没有办法挽回 这个时候只能陪伴 就旁边 就算你都不讲什么话 他就是一种安慰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就我们非常伤心 非常悲伤 但是我们旁边有一个人 那么至少他不懂 就算他不懂我的苦 他不知道我的痛苦 但是他陪伴在我旁边 那么这个就够了 那么这种其实也是无畏失 失与无畏 让他安心 让他觉得旁边一直有人在陪他 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他这里讲 菩萨的布施不仅是慈善 救济的性质 那个是财师 而是含有知识 技能道德的教化 这个是法师 胡为济困 除八娘的积极严重 那么这个其实是无畏失在里面 那当然就是 你帮助他解决痛苦 让他不再感到恐怖 或是你让他能够安定 不安的心能够安定 那这个就是无畏失 所以布施不一定要说 给钱给什么 就给你的心 给你的 你给他的实 有些不是看得到的 好像说你给他面包 给他钱 有些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给他安定的心 给他不害怕的心 那也是一种布施 在菩萨的布施中 有两点值得提到 第一个男师 或是自己还不够用的财物 或是自己最心爱的物品 或是以极大的努力 以牺牲得来的东西 菩萨也能乐意的施舍出去 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布施 那么这一点 也是就是说要克人的 这个我也有经验 就是说以前我发现 也就是因为 念了这个布施中这个季 就发现 只要是我有的 但我有的我才能给 我没有的我不能去给 只要是我有的 那么别人也需要 比我还需要 那么我一定会给 然后有一次就有一个人 他要我那一条 我很多东西我都能给 但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有给 一直留在我身边 那就是我刚学我那条念族 我念到有感情的你知道吗 类似像这样 那一条 我给了很多人念族 我就是那一条 我一直留着 从我开始学我那一条念族 那后来有人就不知道怎么样 就一定要跟我聊一条那一条念族 我说我拿另外一条给你 他不要 他就是那一条 那时候给跟不给就很挣扎 给跟不给就很挣扎 不给也就违反自己的誓愿 要给 就真的是比割热还痛苦你知道 有些就是这样 那后来还是给了 那给了之后反而轻松 那你会有这一种 就是最心爱的 或是说有一些意义的 或是带有一些情感在里面的 那个时候就很难舍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自己还不够用 就说我也需要 虽然你比我还需要 但是我也需要啊 所以我就比 就好像比如说有一本书 你比我还需要 但是我也需要 等我有多了再给你 不是 你比我还需要 那么我就先给你 我自己就去找 如果你找不到呢 我们都会这样想 那这个也不容易 老实讲这个也不容易 但是你要慢慢克服 那自己不够用的 自己就会心爱的 或是以极大努力 与牺牲得来的东西 那这个都不容易 那但是你都能够 乐意的施舍出去 那你已经跨过那个坎了 我们都有一个坎 一阶一阶 那你跨过那个坎 那上面还有一个坎 不是跨过这个坎就没有 还有一阶一阶 但是你就跨过那个坎了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布施 那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 第二个因勤施 一般人每次因人求丧的 不得已才不是 这是一般的人 你要我就是给你 或自以为有钱有事 随便叫人拿一些给他 或是冷饥乐愤的收上一顿 再给他多少 就是说哎呀 你的校园 比如说他穷 你这么年轻啊 嘴巴去工作啊 人家给人家数位 讲人家道理 哪一百块给你 年轻这样 有些就会这样 那这是不如法的布施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台南 回台南 然后在台南火车站 你知道那个时候 二十几年前 我刚出家不久 二三十年 二十几年前 那我去一趟台南火车站 就有一个 通常我如果看到你比较老 或是你手脚不好 或是你有病穿得很破 那你来跟我要 我大部分都会给他 有一次我出台南 我真的就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很年轻喔 穿的衣服也没有很破 他就跟我要钱 他也看到住家里 就觉得住家里都可以给 要钱 我一看到他 我就先收他一顿 就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 二十几 刚出家不久 二十几年前 然后我就说 因为那时候也有很多人骗的 说他是跟我讲 他钱包被拖了 或是怎么样 我一直是想这样 这样 那这个很多都是骗的 但是 但是因为我们 你都来要了 我不给你 好像也不太对 但是我要给你 我又怕你骗我 欺负我的善良 我会这样这样 我们会这样想 但是 因为他又年轻 又这样 我就觉得 我第一个我先说他 我说 我不管你有没有骗我 但是我告诉你 我会给你 但是 如果你骗我的 然后 我也希望跟你 我希望跟你解散人 希望你不要去骗人 如果你是真的 然后 你 反正我们就先跟他讲一顿道理 那其实这样 就算你要给人家 好像你高高在上这样 那个心 就是说 好像我是死守你的人 你要听清我讲一顿道理 我才给你 就像这样 有时候会这样 那么 就是你比较会把 就是 有意无意把人贬低 那 殷勤师 这里在看 就是那个心 那个心 他说 菩萨要有清净心 恭敬心 跟欢喜心 还有一个比如说 你要给乞丐 一般我们就这样 乞丐就坐在那里 很常见的 比如说他 常常会看到 常常会看到 像我常常去 我常常要坐车 车上常常也会有很多 坐在那边 然后前面放一个碗 或怎么样 那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就走过去 然后钱就丢下去了 就这样 那这样吸引的那种心 就比较 还是比较傲慢的血 通常如果要好一点的话 当然就是 因为他通常都是 坐在那边 那你可以 你可以稍微蹲下来 你就拿给他这样 但是一般的人 就是 就是 铜板丟两个给他 就这样 那这样 这样子看起来 有一点点就是 反正你也是布施 你也是自己慈悲心 但这种慈悲 有一点点傲慢 那这种就是 我们讲殷勤心 殷勤痴 这种就是 那种公信心 或是 你 他今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他 他的种种很多的因缘 那你也不应该 因为你现在能力比较大 你就轻慢他 但这一点 老实讲也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知道了 以后 你要布施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要 不要 不要有那一种好像你 高高在上 或是你傲慢 那一种血 那这样的布施 我告诉你 一块 即使是 一样布施 你一样给他一百块 不管是多少钱 十块一百块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你愿意帮助他 但多数的人通常都是给同伴而已 就是 这我也多余的零钱 就给你 就丢给你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你是想帮助他 那你帮助他 你不要用那种很傲慢的心 就丢给他 那这样 这样一样是布施 但是那种布施的意义 布施的功德 布施的心不一样 不一样 那几次以后 就差别就很大了 差别就很大 所以真正布施也要知道 那个道理才好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 就一直这样 后来学习了佛法 他有教嘛 他有教啊 所以慢慢慢慢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就不会这样 就会拿去给他 如果他站着 我们就来给他 如果他坐在那边 我们也是蹲下来 就来给他 他会给你谢谢 你也跟他谢谢 那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心就不一样 就这样培养 慢慢培养起来 老实讲这个没人教我们也不会 我们就觉得大家都这样 大家都这样 大家都这样 好 那所以这个 他说 在那里 殷勤师 那 菩萨总是以清净心 恭敬心 跟欢喜心 来布施 而且亲手布施 绝不使人有难堪的感觉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菩萨的布施 就是你要布施人 不要存在那种傲慢 有钱就是大爷 你能给人家 你就能够 你就能够 呵折人家 就是能够支持人家 那你这种心 还是布施 但你那种心是扎然事 不是普少的布施 顶多是世间善法而已 那个善法还有扎然 所以这个稍微 因为我们都会犯这个故事 我以前的布施也是这样 因为犯这种过错 但是后来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的好处就在这里 他教我们怎么正确的做善事 怎么正确的修行 就好像那个营养学家 教你怎么样正确的调理食物 不会把食物煮坏 不会破坏营养 不会破坏美味 既好吃又营养 你不会说你只是吃饱而已 没有营养 或是你吃了好吃 但是他有后遗症 不会 那我们布施也是这样 那你布施了之后 布施的功德 布施的心 又让你的菩提道质量又增加 那一样是布施 就是一样是煮菜 煮出来没有营养不好吃 或是煮出来既营养又好吃又健康 又不一样 布施也是这样 好 那我们时间到就先讲到这里 这是菩萨的布施 刚刚布施这一课 六度里面 菩萨的布施这一课 我告诉你 我们就可以学好几年 真的 你才能够跨越 不然你不要以为很容易 听听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这样去布施 三年你不对 我跟你讲你厉害 三年 三年 你都能够一直做 因为刚开始做不会有障碍 刚开始做不会有障碍 你坚持大概做一年之后 慢慢就会有不同的障碍 你还能够坚持做第二年 第三年 我说你厉害 就是你已经克服过了 你那个智慧转过了 你不是勉强做 不是勉强做 要欢喜做 而且没有障碍的做 这个其实是要有带有 所以六度里面波冷回导 你没有智慧 你的布施通常不会退转 但是也因为你一开始这样做 遇到境界你会想 你会想 用经典里面教你的 你来想我要怎么样做才好 才能够持续又布施 而且能够对我有利益 也真实对众生有利益 然后能够增长 成为我臣佛的质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与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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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吉于一切 有吉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